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是this女性还是稀毒 这些事情都足以让她从顶峰掉落到最底端 甚至还遭到了广电总局的封杀 所以她也是很久没露面了 但是这个也完全挡不出她想要东山再起的心 她曾经在一家酒吧驻唱 其中的过程倒也是非常艰辛 几乎已经到了人人寒大的地步 于是之后她开始开启了自己的潮牌店 也算是利用自己残存的一些人气 企图赚点钱 而在做服装生意的同时 她也是没有放弃重整起雇 再次进入演艺圈 她先是发了一首自己的心格 并在歌词中暗示自己是被他人陷害 导致自己的失业毁于一旦的 这一次的歌词中倒是没有再次出现违规的行为 但是路人依旧是不满账 趁她以前的那些黑历史就足够一声黑了 不过这一次可以看出她是真的想要重新回归到娱乐圈 毕竟她也是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并在不断地试水 发表了一些新歌和新的MV 而且在歌词中她也是表示趁自己一直是新本善良 还希望和所有人都做回好朋友 在资历行间也看得出来 她是打算主动与加奶量和好了 除了指导之外 李小璐想重归于好的心思 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 在李小璐粉丝会成立的纪念日上 李小璐本人亲自送上了一幅画 是一只闭着眼睛的小麋鹿 被人用绳子牵着走 而且粉丝会还送上了祝福 不看路人 不会爱人 始于初见 始于终老 只要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准备要和贾奶量主动复合呢 而且几个大V的评论也是很扎心 爱心和绳子代表 这被牵挂是信幸福的 由此也能看得出来 李小璐和贾奶量 真的离大和解不远了 网友 从现在的局势来看 当的复出之路还是不存在的 毕竟路人已经对他的一些作品不再买账 他的路人员也是彻底败坏 更别说已经积累了不少的黑粉 是问苍天饶过谁 但李小璐和贾奶量复合 已经吃饭上定定的事情了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